自己介紹 都是自己人在用的 自己被吐槽 自己生氣 我氣死我了 請問一下好不好 兩個人之間發生什麼樣的行為 這個時候最容易產生曖昧 有嗎 有啊 劉宇柔 劉宇柔你在躲避什麼 女后 我沒有躲避啊 什麼都可以很曖昧 可是我自己就 坐在這邊就很曖昧 坐在男生旁邊就可以曖昧 我坐在這邊不講話也可以很曖昧 可是我覺得去吃飯這件事情就可以很曖昧 吃飯 因為吃飯你看喔 你不可能兩個坐著吃飯然後都不講話 那你一定會聊天 那聊天內容可能就開始會有點身家調查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知道對方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在吃飯的時候 因為就是單獨兩個人嘛 所以吃完飯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你也不知道 然後對方會對你做什麼事你也不知道 然後你看喔 他這麼多女生朋友為什麼不約硬要約你 這不就是一件很曖昧的事嗎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約別人 不是 因為他每天都要約你吃飯 如果他幾乎常常要約你吃飯 這件事情就很曖昧 對不對 你自己不會去巷口吃飯 為什麼要約人家吃飯 會不會是因為你有空 我沒空 我 會不會是約了一輪只有你有空 再噴 不要噴天嘛 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忙好嗎 沒有 我覺得 兩個人同時做一件事情就很容易 比如說雨柔說吃飯 OK 我們今天如果說點一個肉羹湯 女生如果不吃蔥 或是不吃塩酥 男生幫他撈 或是女生撈給他這樣吃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曖昧了 我們會跟不喜歡的女生出去吃嗎 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或者是買一杯飲料很大杯 比如說女生買一杯很大杯飲料 自己喝不完的時候 如果要跟男生一起喝的話 但是沒有兩根吸管 你可以幫我喝嗎 沒有人會故意擦兩根 一定就是那一根 對 不對 然後一開始男生都會裝大方 比方說把蓋子打開 然後後面覺得麻煩 他就開始跟你用同一根吸管 對 尤其是現在是那種風口有沒有 我覺得你們兩個現在就很曖昧 你不覺得嗎 聊到那個 這個差別相信 我對 我不會擦兩個吸管 然後對… 而且曖昧不會在這麼多人面前好嗎 對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你們約出去吃飯 然後可能就是東西 自己一個人吃不完 然後你會想說要點一個 然後大家分享 在分享那個時候就很曖昧 你剛才說我問你 你買一個蔥抓餅你要怎麼學 因為你一口我一口 對 怎麼可能你剝一半手燙死 是不是 對啊 真的 只有你們兩個 你沒有發現 只有你們兩個在對話嗎 大家都問 而且只有你們兩個覺得 蔥抓餅跟肉跟湯很曖昧 對啊 這小事情就可以讓那個情術發酵 發酵過程中就是曖昧了 是 那小柔咧 我覺得看電影 哦 揍 單獨看電影 你很愛跟人家曖昧耶 你怎麼都揍 對啊 對啊 重點是跟喜歡的人在一起做 任何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看電影 比如說 因為你電影的位置一定很靠近 那你講話的時候 你不可能 我跟你說 你在電影一定要很小聲 靠在耳朵旁邊 然後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靠很近的時候 甚至你可能 身體會碰到他的身體 我覺得那個 就單獨去看電影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愛 遇到恐怖片的時候不得了 哇塞 不得了 對 我跟你講 有些男生會哭 你知道嗎 真的 那這種曖昧就比女生大聲 對 那我覺得是愛情 比如說他約你一起去看愛情片 哦 然後在那個氛圍裡面 你就 女生就會很開心 那去看星球崛起 就不是曖昧 不是曖昧 然後彤彤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接送這件事很曖昧 我覺得已經有點太超過了 可是有一些男生會覺得 接送 有一些男生會覺得 我有能力可以照顧你 我就多照顧你一點 沒有什麼不對的 因為像之前我男朋友就是會 接送他的女同事回家 甚至是說 譬如說他們要去台中出差 然後 我男朋友從桃園出發 然後可是他那個女同事 從台北出發 然後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女生反正都要搭客運 只是你要坐到桃園 或是直接坐去台中而已 那你為什麼不就直接埋葬 到台中的票就好了呢 結果男朋友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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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坐來桃園 然後我們從桃園一起開車去 有鬼 對啊 沒有必要啊 反正你都是要坐車嘛 你就直接坐去台中就好啦 還是你要叫你那之前 那個男朋友去開艦車 他那麼喜歡接送 而且就一路再再四個還可以賺錢 真的很喜歡接送 因為對於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有很認真的跟他生氣 我覺得這樣子太超過這樣不對 然後可是他後來就是跟我講說 這是工作 我沒得商量 這不是 這個不是曖昧 這叫外遇了 真的假的 這是外遇啦 這樣再講 對不起我衝過來 不一定 有可能是那個女生在幫他補那個 油錢啊 對不對 怎麼可能 沒有那麼簡單 我想知道 就是這樣接接送送 那就接觸感情 然後有發生什麼事嗎 上位 以後不知道 所以你的男朋友現在就這樣 就是你看著他們在發生曖昧啊 現在很難 Oh my god 我都會哭了衛生紙進來了 我真的這樣有事了 我以為是已經過著事了 我就亂講了 真的有事了 這怪了 這麻煩了 這不對 我要問你們大家所有的人 你們覺得接送這樣算不算很曖昧 算的話請舉圈 不算的話請舉X Oh my god 怎麼辦 全世界只有他覺得不是 我們只有捷克一個說不是耶 對 捷克你的看法是 我覺得呢 這是禮貌 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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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禮貌 禮貌是一次 禮貌是兩次 他是 常常 常常 一支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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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他有案例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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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剛剛講過 每一次都要帶他回家 這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事情 這個女生是同事還是他的老闆 同事 那有鬼啊 年紀小一點 你要小心一點 他覺得要照顧妹妹 我看過那個女生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故意一直不認識 我認識 他眼淚快掉下來了 我要知道啊 我在幫他耶 不會不會 因為小憶也是屬於這種人 小憶現在拍戲 他有時候也會順路 比如說在誰在誰在誰 他也是不拒絕的 真的 是OK的 不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同樣都是在台北一起出發 我覺得這成績 對 這個是重點啊 那他是從台北特地做到桃園 再一起出發 我覺得這個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順路是OK的嘛 對啊 比如說我現在 我住台北車站 然後我要到101 我中間 你們就是非得把他逼哭就對了 沒有啊 因為我們在講邏輯啊 對 假如中間我要接小柔 他在中間那順路 那No problem 但是假如我要從台北車站開到三重 再到101 這樣就怪了 對 因為是不同的方向 繞路 那就不方便了 那他有時候為什麼要從 台北到桃園再聚集在一起嗎 他說他們兩個要一起出現比較好 那可以約 為什麼不能約在台北呢 我懷疑的是 為什麼不直接約在台中就好呢 對 你直接約在終點 台中火車站見面也OK 也可以 加入到也可以啊 或是直接約到你們該出現的 該開會的地方 可是他可以在台中的車站接他 對 他一起去 這樣不是比較對嗎 那你這個事情有跟他講很多次嗎 我講很多次 那每一次他都說什麼 這是我工作你不要干涉 哎呀好爛喔 然後講到話就生氣 日本朋友都發出聲音了 好爛 我覺得你要照顧一下你們的隊員 我真的覺得還 好爛喔 好爛喔 多久了 已經這個事情已經多久了 大概持續了一年多了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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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全部傻眼了 而且他 大概多久一次 等一下 一年 本來沒有IVA也有了現在 但是他們私底下還會自己互相聯絡嗎 還是說 他們就是同事所以工作都會見到每天 然後都在台中工作 沒有 就平常的時候在台北 然後有偶爾還是會接送這樣 OK 天啊 台中都送了 台北市區一定全包了啦 可能是這樣啦 他可能知道 他是他同父異母的妹妹 有可能 小梁哥是好心耶 真的荒謬的 我是好心 我想說 他下半集還要錄對不對 有跟他出錯過嗎 你們有在一起 有 那你自己的感覺呢 我覺得 真的很可疑 因為那女生看到我的態度都很怪 就是會躲著我這樣 那你就要相信自己的 躲在我男朋友的後面 要我男朋友保護她的那種感覺 那就怪了 你叫我哭了 你還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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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你們的經驗啦 也許聽完了以後 你可能心情 你會覺得沒什麼不一定 心情會好一點好不好 我們先來聽一下那個 道德尺度很開的杜力 杜力 杜力 你的經驗什麼 跟接送有關係的 我覺得最容易發現曖昧 就是如果兩個人 可能是同一個時間 不一定是一起去的 去旅行 例如說 你不要當背包客 或是在郵輪上 你在那邊七天 或是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捧個面啊 這樣子很容易 你在笑 因為你也發生過這種事情 我想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一下 我講話我覺得好逗氣 是嗎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碰電話尋求曖昧 鍾心靈有慘痛經驗 好喜歡好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不然其實就跟我說 鍾心靈 我跟你說 你就主動出去 然後就打電話給他 有一天就呼氣 有氣我就打電話給那個男的 我說喂 他就喂 我說我是心靈 他說 嗯 我說你在睡覺嗎 他說嗯 我說好 拜拜 他說 挖掉了 然後他也沒有再回憋給我 這是我 你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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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